除了涨价破表以外 OG健保本身 它还是被包装过 被化妆过的 全美国最大的征税行动 所以这个实在是很莫名其妙 明明是一个健保法案 可是它里面包了很多的 Tax Increase 借着这个健保法案 就把税加进来了 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Heritage Foundation的计算 从2013年到2022年 这10年来 如果OG健保不被推翻的话 照着OG健保里面所规定的 每一年逐步要加入的 那些征税的项目 还有抵减税的项目的减少 10年的时间 到了2022年的时候 总共会增加 7710亿的税金 这是不得了啊 可是OBAMA明明又告诉大家说 他没有征税 明明大家说这些钱不是众人出的 American for Tax Reform 这个表 从2010年到2020年 这10年的时间 税收会增加到5000亿美金 因为OG健保是从2010年开始的 所以我刚刚给大家看 是两个不同的表 是分别从两个不同机构 公布的资料 我给大家看 这里面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它征税的项目 里面最大项的几项 第一个呢是叫做 Tax on Innovative Drug Company 就是你发明新药的这些公司呢 它要跟他们征税 光是这个征税的行动就要 增加222亿美金一年 那你瞎瞎看 羊毛出在羊身上嘛 税收提高了 那我当然要又要卖得更贵嘛 另外一个叫做 Sure Tax on Investment Income 这个是最大一项 针对个人收入超过20万美金 家庭收入超过25万美金的族群 这个税收的增加是吓死人了 先讲Capital Gain 就是比如说你买了Amazon的股票 买100块 后来涨到150块 你把它卖掉 哇你赚了50块 不要高兴 Capital Gain来了 2012年的15% 跳到2013年的23.8% 假设说那我股票不卖 好吧我就收股利嘛 因为很多公司 比如说像Apple 你买它股票 它会每年发股息嘛 股利给你 你也不要高兴 因为2012年针对股利 税率是15% 到了2013年的时候 是43.4% 那你想想看 那谁还要投资啊 假设我去经营一个公司 我要放出资本 我要冒很多的风险 到最后好不容易赚钱呢 公司赚钱 那我是公司的股东之一嘛 Dividend从15% 变成43.4% 那谁还要去扩厂 谁还要去创新的公司 这个就业机会 是越来越少的 然后其他的项目呢 是从35% 涨到43.4% 另外呢 还有一项是叫做 医疗补助 Medicare Payroll Tax 这个原来本来 每一个在美国领薪水 都会有这个项目 如果你还是属于 刚刚提到的那个族群的话 超过20万或25万的那个 年输入的族群的话 那么你的税率 也是相对的 一样再一次的来提高 光是这一方面呢 又增加了868亿 每年的税收 难怪各种各样的项目 全部加起来 10年以后 他可以搞到7000多亿 那么这也就是 为什么川普 他的税改计划里面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必须要推翻 OG健保 才能够开始真正进行 他的税改的计划 因为他的目的是要降税 然后要增加就业机会 可是不只是保费飙涨 OG健保本身就是一个 历史上最大的征税的行动 可是你不把 OG健保给他推翻掉的话 川普的这个税改计划 等于一开始 他就不是站在一个很清晰的 一个立场 可以很完整来规划 整个税改计划 这是从税的角度来看 为什么OG健保 也一定要出去的原因 所以到这里 很多人就要问啊 明明是健保 怎么会变成是真税呢 这个细法是怎么变的 所以在这里 我就给他一个title 叫做挂羊头卖狗肉 你以为你去吃的是羊肉 结果没想到那个锅里面 羊肉不多 基本上都很多狗肉 在OG健保里面 有讲到一件事情 Personal Mandate Individual Mandate 就是个人 你一定要买保险 是强制性的 你不买的话就罚款 而且这罚款还每年会增加 所以之前我们 Henry Gouvern 牧师的特会里面 他就有讲说 他就只好付2000块一年 当这个法案被通过的时候 共和党的人士就把 这一个法案呢 就直接上告到最高法院去 怎么政府有权利去 强迫个人买健保呢 如果政府有权利来 强迫个人买健保 那这个原则一确立以后 政府可以根据这个法院 就可以来强迫你买任何的东西 任何产品或任何的服务 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这是违反宪法 人民的基本自由的 本来当初在初等法院或中等法院的时候 这个论点是成立的 可是呢 到了这个最高法院的时候 很不幸的 最高法院的裁决是这样 就是五票对四票 他们决定说 这个OG健保呢 是合法的 没有违线 他是怎么来讲这件事情的 我们看一下ACLJ 网站上面所公布的资料 就是国会在通过 OG健保这个法案的时候 是有明文的来规定 把它定义清楚说 这个是罚款 那这个罚款的目的是要 迫使 强迫 人民来加入健保 每一个人都要买健保 这讲得很清楚 是罚款哦 所以立法的原意 原来是如此清楚了 那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 大家都知道 立法是谁的责任 是国会的责任吧 解释 那个法律是要根据 法律的条文 跟法律的精神 来解释这个法律 那解释的 法律的司法权 是在哪里 是在法院 这是分开的 那总统是行政权 他只能执行法令 他没有不执行的权利 或是选择性执法的权利 这是三权互相分立 三权互相制衡的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制 所以在这样子的体制之下 本来大法官 他是应该要照国费的 立法上面的 名文写好的 这是一个罚款 这样子来宣判 说到底违宪不违宪 结果反而 这五个大法官 他们的判决数里面 直接否认 国会自己立法上面 讲说这个是 Penalty 这个字 罚款 法官自己去把他解释说 这个是Tax 那因为政府 有赋予国会 征收税的这个权利 所以这不违宪 所以就变成说 这个法官的自己 求援兼裁判 他坐在法官的席位上面 他自己来立法了 好像国会讲的 你所立法很清楚的 说是法管 不算 我自己法官来说 这个是 税 然后我再来宣判说 因为这个是税 所以他不违宪 大家这样听清楚了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乌窿 为了要强迫每一个人 尤其是年轻人 加入健保 OG健保的罚款设计 是非常严厉的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表 从2014年到2016年 这个罚款的涨幅是7.3倍 以一个成年人来计算 在2014年 所要交的罚款是95块 到了2016年 就高达295块 像这样子的巨额的罚款 所产生的收入 居然被大法官们 把他解释成是税收 从这里大家就知道说 这一些所谓的建制派 或是影子政府 他们是怎么样 连这个美国的司法体系 一直到所谓的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这一个层次里面呢 都已经是变职了 不再是一个所谓的 维护宪法的一个体系 你知道吗 他不是用这样子理念的 所以这个已经变职了 美国是一个 constitutional the republic 的一个国家 一切要照着宪法来执行的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川普总统在前一阵子 为了要提名 这个大法官Gorsig 这个过程是如此的艰辛啊 民主党他们是为不为奸 就是事实抵抗到底 为什么 因为这个大法官Gorsig 他本身就是照着宪法来解释宪法 跟那个突然就过世的那个大法官 Scalia同样的立场 就是说这个OG健保 当我们这样去深入探究的时候 我们就明白说 原来连司法都已经受到污染 那这个是为什么 川普总统任重道远 他这个整个司法的体系的改革呢 还要任命更多的 所谓的维护宪法的constitutional的 法官们进到最高法院 还有进到中等法院 初等法院 这些这样子才能够维护 美国宪法所保障的人民的 基本自由